欢迎进入由哈佛SUV冠名播出的一战到底 亲爱的现场还有第二期年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晚上好 欢迎大家来到哈佛SUV独家公民播出的一战到底 欢迎大家 那今天呢就好是7月1号 也是我们党的生日 所以在这里我们要把最美好的祝愿 送给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 今天晚上究竟有哪些朋友 来到一战到底的舞台 展示他们的魅力和光彩呢 接下来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 有请他们上场 有请 欢迎您啊 欢迎六位 畅销全球500万车主信赖之选 感谢中国SUV全球领导者 哈佛SUV独家冠名知识 本节目由四年金牌虾水饺特约播出 一只水饺一只虾 好吃就是四年金牌虾水饺 喝口长知识了 答题才能有优势 本节目由军乐宝长知识了 知识酸奶特约播出 本节目由咸哥小小翠特约播出 咸哥小小翠又小又翠 本节目由传承三百年 朴金书玉好荣言 广玉远定坤丹赞助播出 好的那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 如果也想来到我们的舞台 现在就可以打开微信 摇摇扫一扫 或者是登陆一战到底 微博话题页面 即可报名参与我们的节目 届时还有机会获得 由思念送出的大礼报一份 咸哥小小翠 答题有滋味 希望大家今天晚上 好好加油努力 让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晚上要光临本场的 名人堂选手 究竟是哪两位吧 首战连击四人的诗词少女 邓雅文 品世间名画 仿画中诗仙 指点江山 激扬文字 奋土当年 万户猴 入选名人堂了 联播的哪 十三岁啊 另外这位 二零一九年度英雄联盟的 总冠军张泽 我是张泽 I'm back 如果你是曹操 那我们就是你的司马懿 你是刘备 那今天这里就是你的白地城 霸王行动 配合唐冲 他就是唐冲师 九三年 漂亮 所有对手只有一个人 那就是我自己 祝愿大家好运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本场究竟谁会成为第一位挑战者呢 红衣 有请张科到舞台中间 他的关键词很有特点啊 有一个大明星叫胡一天 对 所以你的关键词跟他有关吗 还是说另外有一种说法 是这样 因为他是我最好的伙伴 和我最好的音乐拍档 他就是当当 他就是我的二胡 因为我一拉二胡就能拉一整天 所以我叫胡一天 你这个也能起关键词叫胡一天啊 那今天我们能不能来听一下你的二胡呢 那今天我们能不能来听一下你的二胡呢 好的 这不是学猫叫 这是学猫哭啊 你最大的能力就是把人拉哭是吧 二胡有很多作品是非常的悲伤的 但其实并不是代表二胡这个乐器很悲伤 其实我是来自上海音乐学院的一名 二胡硕士 小的时候我在纠结到底要选什么乐器的时候 当时妈妈跟我讲说 你不是传承我们的名乐 那么让外国人去传承我们的名乐吗 挺不容易的 三年琴 十年销 一把二胡拉断腰啊 千年琵琶 万年针 小小二胡拉一针 这把二胡只要到了我的手上 我们俩也可以人胡合一共唱辉煌 希望你在答题的路上也能够一站到底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关键词为你打开 好 那么其实今天在这个舞台上 我对一个人非常感兴趣 谁 就是这位老爷爷 对 我觉得这个老爷爷 他肯定有很多的人生阅历 不然他不会站在这个舞台 所以你想要跟他来挑战一下 对 那你觉得他会是哪个关键词呢 我觉得应该是睡吧宝贝吧 他可能哄 孙子睡觉的时候可能会用这个关键词吧 我选的关键词就是睡吧宝贝 来 请揭晓 是老爷爷旁边的这位 许臣超 你好 大家好 我叫许臣超 我是一位英语老师 但同时也是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 应用语言学硕士 那我为什么叫睡吧宝贝呢 是因为我会用一个个神奇的故事 哄孩子们入睡 在我给他们创造的魔幻世界当中 有五光十色的场景 同时也有趣味的单词讲解 孩子们听完我的故事 就可以安然入睡了 所以你的睡吧宝贝到底是针对自己的孩子呢 还是说你有出一系列的课程 是面向所有的小朋友呢 我是一位新进宝宝 所以呢我就想着说 如何能够让我的知识 给我的宝贝更多的启示 所以才促使我呢 把故事和单词结合到一起 梳理给我的宝宝听 哦 这也是一种早教英语的方法 对不对 对 其实现在有很多的一些儿童读物啊 也没有经过那么好的一些提纯 而且呢小朋友也得因材施教 你也得结合小孩子的兴趣 你包括在家里面 我也特别喜欢跟我们家儿子马尔斯 去说睡前故事 他呢就是这个故事里面的主角 还有一个姐姐 一个弟弟 一个叫阿农 一个叫阿家 还有一个亚洲古猿 他的名字叫大古 他们四个朋友 然后穿越到了恐龙时代 去对抗伊特隆军团 同时去拯救所有的 新兴家园的宝贝的故事 每天晚上有机会就给他说一集 这样的话也能够增强孩子 跟父亲之间的这种情感的纽带 好哥这是一个好爸爸 我觉得全世界啊就缺好故事 有一个好的故事可以疗愈人心 有一个好故事呢 能够帮助人成长 其实你干的这个事也特别了不起 谢谢好哥 谢谢 两位啊 今天的第一句大力交流 马上就要开始了 祝福二位好运 请准备 大家开始了 生物圈的范围是水圈的绝大部分 岩石圈的表面 以及哪个圈层的底部 那必须是大气层 人类最早的天然糖浆 来源于哪类生物 这类生物就是蜜蜂飞达是动物 2019年将免试就读清华大学 工商管理专业的 是哪位围棋职业棋手 那就是和阿尔法狗进行比赛的科捷 哈佛汽车在海外首个 具备冲压 车身 涂装 总装 四大工艺的 是哪个制造工厂 哈佛汽车 中国SUV全球领导者 所以是俄罗斯图拉工厂 杜甫的诗句 为人性辟单家剧的下一句是什么 杜甫用这首曲子来形容自己 他性格很孤僻 但是他对写作非常的有讲究 他就是语不及然死不消 漂亮 因作诗风格豪放 字号四名匡客的是哪位唐代诗人 这位诗人同时也有诗狂的称号 他叫贺之章 寓意人生福禄受洗的撕洗丸子 是哪个菜系中的经典名菜 这就是我非常喜欢吃的卤菜 因存有两千余尊 彩绘尼塑而闻名于世的双灵寺 位于哪座古城内 同时他也被列为世界遗产名录 答案是停摇古城 秦朝传国玉玺上所刻的 寿命于天继寿永昌 是谁的书法作品 他就是秦始皇的宰相李斯 在战国时期 士大夫之间会赠送哪种动物 作为界面礼 好 这道题我要猜一下 应该不是野鸡 应该是大爷 就是野鸡 好 来 恭喜张科大舞台 都说对手是最好的老师 您不仅是一位好的老师 而且也是一位好爸爸 希望你在未来的旅途上 一马平穿 谢谢 今天看到他呢 我更想借着这个机会 送我女儿一句话 我让你好好学习 不是因为让你去跟别人比成绩 我希望有一天 你能够拥有自我选择的权利 再见 祝贺你 张科 来看一下第一轮奖品 变评壁挂水空调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还剩哪些关键词 你刚刚想选那个爷爷 但是没有选出来 一统天下 我觉得这个名字很霸气 有点商谈 嗯 那么我选择一统天下 请揭晓一统天下 他就是 大蓝 孙仙玲 大家好 我叫孙仙玲 目前是一名北大寨族博士 我本科是统计学专业 所以我的关键词是一统天下 统计学真的跟我们其实也息息相关 因为我们看收视率 其实也是统计的一种 大家知道统计学能用在专业上 但其实统计学可以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好 下面我要跟大家展示一下 我在找对象时候的指标体系 来 给我们看一看 这就是我的恋爱公式 左边是恋爱成本 然后1987分别是这每一项事情的难易程度 在这样一个加权平均之后 得到了我的恋爱分数是9.3 那么我必须要找一个超过9.3分的女孩子 我才能够谈恋爱 啊 这是个什么道理啊 然后我的这个标准呢 有这几项 颜值和性格这个女孩 其实在我心里是不可挑剔的 我给了10分 我给了10分 这个是0分什么意思啊 因为我当时还在北京大学练书 我住在海淀 她住在朝阳 啥玩意儿 也算异地吗 你们都在北京市都叫异地啊 一个住东城 一个住西城就叫异地啊 是这样的 作为男朋友最重要是陪伴 如果在女孩需要我们的时候 不能及时出现 我是没有资格成为她男朋友的 所以这一项我给了0分 从这样就很清晰地发现 异地就是我们最大的瓶颈 后来我在学校附近 给她找了一套房子 这一块其实解决了之后就是10分了 这个情况下我的分数变成了9.2 还差0.1分啊 又出现了一个新瓶颈 那就是运动细胞 给她办了一张健身卡 对 解决了异地和运动细胞两个问题 让我们真的在一起了 两个人在恋爱过程当中的矛盾 是可以分析的 是的 但是真的喜欢一个人的话 你会不顾一切的 根本就不是用来计算的 对不对 对 在我们音乐当中 无论多么恢宏的乐章 那么最后都有一个休止符来收尾 而今天我就是你那个休止符 您是做音乐的 但是做音乐的人其实都偏感性 而一战到底是一个理性的 比赛的舞台 所以我非常有信心 今天一定能打败你 两位 第二轮答题较量 请准备 三题开始 这个符号在数学中表示什么含义 这个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病急 二维码上三个小方框的作用是什么 扫描时低微 淘气包马小跳系列作品的作者 是哪位作家 想说的是马小跳的小学生活 那就是杨红英 中风一般是身体哪个部位的血管不畅 而导致的 是指大脑的血管不冲畅 所以是大脑 金江八拐当中 瓢瓢井水连起来指的是 分开 石头 持续 杨红英 金江八拐当中 金江八拐当中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世界大战》 曾获得第一届中国电影《经济奖》 最佳美术片奖的室内部国产动画片 这个我不知道 那么我选择 大闹天宫 这三个和尚 都说对手是最好的老师 今天您给我上了非常生动的一课 真的非常感谢 我也祝愿你像我的一首二胡曲《赛马》一样 在一站到底的舞台上 十成千里一站到底 我比较欣赏你做的音乐 如果有机会你办了你的二胡的演唱会的话 我一定会买票支持你的 谢谢 我下个月就要看个人音乐会了 希望大家来看 再见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轮的奖品 请一万零成华国优选机票 恭喜你们 打开我们的观念题板 其实我和张柯的想法是一样的 在场我特别尊敬这位老爷爷先生 我也特别想选他 老爷爷作为前辈 希望我们年轻人能够有实力 有责任担当 能够做接班人 所以我觉得老爷爷选的关键词的 应该是接班人 好 来 我们来揭晓接班人 可能是谁 他就是名人堂 我以为接班人会是雅文 没想到是你 为什么会起这个词 因为我今天来这里是要接 好个的班 你又抢他的饭碗 不敢随便造词 那你接什么班 对啊 在今年我刚刚获得了一战到底 七周年巅峰会 英雄联盟的总冠军之后 然后又收获到了更多的朋友 有没有的喜爱和关注 然后有越来越多的人 他们希望能够有机会 让全宇宙最火爆的答题节目 一战到底 但是因为它是全宇宙最火爆的 所以根本报不上名 我就突发奇想 哎 那不如这样 我通过直播的形式 一起来分享知识的快乐 所以我就变身一个出题观 然后在直播的平台上面 定期会跟大家做直播 然后来出题考大家 哎呀 这个我们怎么没想到啊 这个流量匆匆往上涨啊 对 是 我的这个形式呢 跟一战到底不一样的地方在于 我们的是一个积分制 念完题之后呢 你们需要在最快的时间之内 把正确答案输到这个屏幕上 我看到的第一个正确的答案 那个人就是他回答正确了 然后我会在我的小本本上 回来加分 对 最后累计得分最高的那个人 他就是当场的冠军 哇 那得获得多大的一个奖啊 对啊 给每一期最后获得 当场冠军的那位朋友 准备一本我精挑细选的 然后我亲笔签名 和写上一句祝福话的一本书 哦 那也是很有意义的 对 因为我们都知道张泽很爱读书 对 读过很多书 对 所以你选的书一定是 就是你认为是最好的 是的 所以我是史上最心酸的主播 我不光挣不到钱还要赔钱在里面 张泽学长一直都非常厉害 战绩赫赫 但是我这个人欲强则强 强中自有强中手 你作为我北大的这个同门的师弟 我非常荣幸也非常开心 能够碰到你这样的一个对手 但是呢 你要知道在这个舞台上 我还有一个称号叫做 北大同门终结者 两位 请准备 答题开始 数学中我们将含有未知数的等式 叫做什么 那就是我的专业方程师 公文族旅传销破 无腹鸡人爆小仇中的鸡人 是负责哪项工作的人 其实通过爆小就可以看到了 鸡就是爆小的 爆小是干嘛呀 就是爆食 诗句 联记 鸡居壤 巧劫为万端 形容的是哪项体育运动 这句诗是出自朝职的明都篇 这项运动是马球 拥有上帝之头和天使之脚 两大神迹连续四届打入 世界杯四抢的是哪位足球运动员 他也是我最喜欢的德国前国奖 克罗泽 程彦秋向梅兰芳拜师时 送给了梅兰芳哪幅画作为拜师礼 梅兰芳是我特别喜欢的戏曲家 这个我肯定知道 霸王别基图 天女散花腿 天女散花腿 不过你有一次容错全 所以答题还可以继续 好的 好 现存最古老的国家级礼制建筑 汉三雀中 纪念大鱼妻子的是哪个建筑 汉三雀分别是太氏雀 少氏雀 以及纪念大鱼妻子的齐母雀 在西北地区备受喜爱的面食黄摸摸 是由哪种农作物制成的 这种西北面食黄摸摸的原料是梅果 因创造众多优秀的催泪作品 而被称为大魔王的 是哪位日本作家 大魔王见大魔王 他其实也是一个作曲家和作词家 他是麻之准 怀佑不一是古代哪位皇帝对自己的称呼 怀佑不一来自于我本怀佑不一 天下与我合家烟 这句话是朱延章说的 长期操纵丝绸之路上的转范贸易 有朝无九姓之说的 是哪个古代少数民族 我在这里给大家一个知识点 在历史上有名的安史直乱的发动者 安禄山就是这个族的人 他是苏特人 中国目前最大的集装箱破传 是以哪位历史人物的名字命名的 这就是特别有名的远航 郑和下西洋中的郑和 迷不有初 鲜刻有钟 出自哪部文学作品 他其实是告诫庙善师善终 他出自石经大雅道 重达787克拉的著名古钻石大墨沃尔 是在哪个国家被发现的 这个钻石我猜一下 应该是在 印度 中国唯一一座灾难性古城遗址 被称为东方庞贝古城的是哪个古城 庞贝古城是因为火山喷发而沉入地下 它是因为洪水泛滥而沉入地下 它是古寺昭藏 由武术大师黄飞鸿开摄的宝芝林 是主营什么的店铺 黄飞鸿是我们著名的武术大师 所以是五管 是衣管 宝芝林是个真要铺子 是 虽然今天输给了我师兄 能够跟你打一场比赛 我觉得已经非常荣幸了 我依然会用我的专业统计学 去帮更多的人或企业 来提高他们的核心竞争力 你说的就是我们北大人的精神 因为北大人国之重器 我们肩负着去振兴 整个中华民族的责任 所以在今天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里 两个北大人这样一场对决 要展现给全国观众朋友们 北大人的精气神 今天虽然你没有战胜我 但是你的名字我却永远记住了 孙先林 谢谢师兄 没有任何一个人都是全知全能的 再见 好的 我们也非常感谢江泽 欢迎来到我们的一战到底 再次回来 谢谢 刚才虽然达了很多轮 但是有点不过意 我希望我下次再回归名人堂的时候呢 如果想做我的对手的话 你要考虑清楚 敢不敢跟我玩一场 去掉答案的游戏 来 掌声欢送张泽 先来看看谁会成为接下来的挑战者吧 来 来 长知识了 原来是我们的林保先生 我叫金宝岩 为什么我的关键词叫长知识了呢 就是因为我是故宫博物院的志愿讲解员 通过我对大家伙的讲解 那自然就可以长知识了 一般我们去逛这个博物馆 三分看 七分听 你还真没人跟你好好地讲一讲 这个典故啊 由来啊 典籍啊 这完全靠你们 而且志愿讲解员 对对对 您是原来有自个儿的工作 但是就靠自己的热爱 对 去成为了一名志愿讲解员 今年您多大年纪来啊 我今年69岁 讲了多久了 多少年 从06年底 然后去取得志愿者的身份以后 从07年正式上岗 有到今年有12年多 13年的样子了 那怎么会想到 去当这个志愿讲解员的呢 也是一个机缘巧合 有一次偶然都坐出租车 嗯 再听到车里边广播 故宫招募志愿者 当时那一批只招募40名志愿者 40名 报名的人有600多人 哇 怕人家不要了 就在那个报名表上 就写了四句诗 花甲心游不欲归 夕阳满目彩霞飞 时时运辟修亭步 不信春风换不回 哇 写得好啊 把心中的渴望和自己的能力 还有我们的志气都表达出来了 对对对 我想可能我写的这诗也起了作用了 然后最后给我这个面试机会了 应该是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应该要学到更多的东西对不对 是 因为要重新学习 我有一个想法 我就是不服劳 我就老觉得我要挑战 我刚进到故宫的时候呢 就讲解珍宝馆 先从这个珍宝馆的一部分讲 又扩大到全馆 之后呢 我又讲解了五英殿 现在又到了文华殿 我还有一个身份的就是故宫的 叫中路的讲解员 这都是以前皇帝走的那条路 对对对对对 明年还是故宫 建成600周年的大日子 哦 通过我们的坚持和执着和坚守 把这个故宫完整地 从这个600年交接到下一个600年 那么这个过程中有我的参与 你是见证者 我将要会成为见证者 虽然我现在讲了这么多东西了 但是我还有一个小遗憾 还有什么遗憾 因为我今年69岁了 按照故宫的规定 过了70岁 就不能够在故宫进行 就是志愿讲解了 哦 明年呢就是我出工的年头 他们有点舍不得 非常舍不得 我希望我能在有限的一年多的时间里 更好的努力 能够讲解更多的地方 给观众带来更高质量的讲解服务 我觉得我一定要再去一次 我一定要约您帮我来讲解一次好不好 好 能够真的从我们金老先生的身上看到他对这份工作的执着 所以我今天来到一战到底的舞台呢也非常荣幸 我也要把这里作为我一个宣讲的讲台 把知识传播给大家 库公博物院 那历经几百年来 都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瑰宝 瑰宝 这也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啊 有物其口有口其心 一言一语 传递出去 让每一个人感受到 我们的民族是多么的伟大 也让我们每一个人从您的身上 学习到了一种精神 不管你工作在哪一个岗位上面 都应该心怀热爱 感谢您 我们来看一看还是哪些观念词 这三个人当中有一个是我们的名人堂选手 就十三岁的我们的一个小姑娘 雅文 我觉得挂帅不太可能 这个有点太大气了 带你出山的意思 那就是相当啊 跟您的职业有点像啊 跟我的职业有点像 我选带你出山 好 我们来揭晓一下带你出山 他会是谁 你是带你出山 他是带你出山 王鹏 好 我是南京师范大学 热能工程专业的硕士 同时呢 其实也是最可爱的小王老师 因为在2016年的夏天 我和我们男士大言之团一起 一路翻山越岭 前往贵州省前南州独山县高级中学 进行了为期一年的支教 为我们的孩子们插上知识的翅膀 带他们走出大山 所以是为带你出山 您补其实的真正进到山里边了 对 我可能想象中的山区的学校 可能非常破旧 但是我支教的独山高级中学呢 他的电脑啊 多媒体啊 真的是应有尽有 我们当时都惊呆了 我把支教的照片 发到朋友圈之后 都是神回复说 这么好的地方还需要支教吗 还是需要的 因为他需要老师 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呢 孩子们的成绩得到了明显的提升 那现在呢他们刚刚结束高考了 有个学生也一直跟我说 想报考我的母校南京师范大学 借这个机会也想说风里雨里 我都在南京师范大学等你哦 所以有时候你们去那里吃校 光带给他们知识 其实更多的可能让同学们 在你们的身上看到了 真正的大学生的样子 以及想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能够作为教师 传道授业解惑 我觉得非常充高 我做的事情是 语伦玫瑰手有一箱 我这个玫瑰应该可以 传递到你那儿了 让你可以继续往下传承 作为明示教老师 传道授业解惑 其实也是一个详解的过程 我和金老师身上 不仅仅是这种志愿者的传承 也是讲解的传承 不管是对于我们传递知识的 那些学生 还是作为一个讲述者和传授者 都是大有收获 两位 好 请准备 加油 答题开始 电影《哪吒闹海》中 被哪吒抽筋的三太子 叫什么名字 敖广是东海龙王 他的三太子叫敖饼 唐僧师徒一行 抵达临山前 经历了多少次劫难 那最后一难呢 是在通天河经历的 所以在这之前经历了80次 创立了中国微分几何学派 被称为东方第一几何学家的 是我国哪位数学家 这位科学家活到了100岁以上 他就是苏木青 与雅典罗马开罗 并称为世界四大古都的 是我国哪座著名古城 是我们的十三朝古都西安 禅渊之盟的议定地点禅州 是指我国现今哪座城市 他就是河南的浦阳 协奏曲最初是指独奏乐器 与哪种乐团既竞争又合作的曲目 这道题猜一下 管弦乐团 图中石碑上的碑文表示的是什么意思 这是一个文字游戏 他把两个字的外框去掉了 那么这就是风月无边 水虎传当中 家中拥有单书铁券的 是哪位梁山好汉 是小宪峰柴迅 历史上首个为锋利定级的 是哪位唐代天文学家 他还和袁天刚一块写了推背图 这个天文学家就是李淳峰 眼看他起猪楼 眼看他宴宾客 眼看他楼塌了 出自哪部古代典籍 《红楼梦》 是桃花扇 差一点点啊 今天非常荣幸能够跟金老师 有这样一个较量 我觉得是您让我相信 知识就是力量 也相信阅历就是财富 承让了 其实我今天来 其实还有一个目的 我想用我的实际行动 告诉他们要勇于尝试 勇于去经历 因为人生没有白走的路 每一步都算数 挫折过后 看看谁能够站起来 对 这才是完整的一个人生 对 谢谢王鹏 再见 好 也让我们来恭喜金老师 这一轮给获得的是 深度保鲜节能冰箱 好 好 那现在我们的场上还有两位选手 一个是名人堂 那还有另外一位刘欢欢 你想选的是名人堂 还是不想选名人堂 我当然不喜欢名人堂 华帅这个老师看不清楚 到底怎么回事 我就是大掌柜 好 我们来揭晓大掌柜 可能是谁 恭喜你 金老师 我弄对了 大家好 我叫刘欢欢 为什么选择大掌柜来作为我的关键词呢 因为现在我在一家全国排名前五的券商 从事超高净值客户的财富管理工作 我每天日常的工作就是为客户实现资产的保值与增值 想要成为我的客户 在我们公司的资产必须要超过5000万元 这门槛就有点高 太高了 刘欢欢 我只有5000块 你哪里来的5000块 快把5000块交出来 好不容易攒了5000块 5000块要怎么配置配置 首先要KYC 就是全面了解你的客户 你要如实回答我的问题哦 好 来 那在你们家谁管钱呀 她 那这5000块钱是小米姐给你的呢 还是你私自留下来的呢 私藏的 你对这5000块钱 你能承受多大的损失呢 反正也不多 这全都交了就交了呗 是吗 那没有问题 你把所有的钱都投资到 风险较高的权益市场 如果赚的话自然是好的 亏了也不会影响你正常的生活 你刚才说了无所谓嘛 我已经没有生活了所以 你看起来很年轻啊 已经可以做这么大的业务了 我是本科和硕士都就读于东南大学 六年大学时光让我实现了 东南大学所有奖项的大满贯 哦 所以我也是用凭着我的实力 进入了我们的公司 自古英雄初少年嘛 我们拟定一个约定可不可以 在您退休之前我去北京找您 您带我去游夏故宫可不可以 我一定 我一定啊 好 两位冠军之争 究竟属于哪一方呢 请准备 打题开始 季晓兰在朝廷中认从一品文官时 她的朝服上会秀哪种动物来象征身份 文官都是要用飞琴 她是一从一品也是献贺 成语 飞池中物最早形容的是哪位历史人物 是周瑜形容刘备 所以我答案是刘备 图片中的国粹彩桃最早在哪个遗址被发现 她就是在河南的仰勺村遗址 太武士报社是否坐落于太武士河畔 不是 太武士报是音译过来的 所以它不位于太武士河畔 漂亮 唱腔有主腔 花腔和三腔的 是哪种唱词轻力的戏曲品种 这个戏曲品种是安徽的 黄梅系 用于定妆的化妆品散粉 其主要成分是哪种矿物材料 这种材料也是最软的矿物质 它就是花石 荷兰人在二战期间 为了抵御饥荒 以哪种花卉作为食物维持生命 他们维持生命的就是 预计一乡的球星根 漂亮 因为经常掠夺其他鸟类的食物 而有着鸟中海盗之称的是哪种鸟 它也是世界上飞速最快的鸟 它叫军舰鸟 不须变法期间 维星派创办的第一份报纸叫什么 它是1895年创办的叫猪外纪文 原意为贾象牙的赛陆洛是哪种材料的 旧有商标名称 旧勇士 这个我猜一下是 塑料 哈佛SUV提醒您 一战到底马上回来 哈佛SUV提醒您 一战到底精彩继续 欢迎回来畅销全球 500万车主信赖之选 感谢中国SUV全球领导者 哈佛SUV 对本节目的独家冠名支持 本节目由思念金白虾水饺 客月播出一只水饺一只虾 好吃就是思念金白虾水饺 本节目由咸歌小小脆 客月播出咸歌小小脆 又小又脆 本节目由传承三百年 调金书玉好荣言 广玉远定坤丹赞助播出 在观看节目的同时 也欢迎大家 登陆我们的荔枝网 下载荔枝新闻客户段 了解我们节目的最新动态 在观看本节目的时候 也希望大家可以通过 我们的一战到底的官方微博 或者是李好小敏的个人微博 跟我们进行实事有趣的节目互动 下面让我们答题继续 原意为贾象牙的赛陆若是哪种材料的 旧有商标名称 旧有商标名称 这个我猜一下是苏亮 漂亮 世称横渠先生说过 为天地利心 为生命利命的 是哪位大儒 这位大儒说的类似叫 横渠四巨 那这位大儒就是宋代的张仔 漂亮 湖火水坝是为开发哪条河的水资源 而修建的水利工厂 是开发密西西比河的 克罗拉多河 不过二位大儒真的非常的精彩 金老师的实力比较强 我们要记住我们的约定哦 金老师 我一定等你 故宫等你 谢谢刘玛玛 赞 掌声祝贺 君宝莲 文成冠军 恭喜 恭喜金老师 我们来看看今天可以带走的奖品 有哪些 变品 壁挂式 空调 深度保鲜 节能冰箱 以及三十分纯净裸钻 恭喜你 接下来还有一位名人堂选手 13岁热爱古诗词的邓雅温 她还没有出现 战胜她 奖品体系再次翻翻 如果要是失败了 您的奖品就是自动扣半 少得也不对 我以为都没了呢 不是都没了 但是你如果战胜她 奖品可以翻倍 而且一战到底这个舞台 多难得有次机会来 您去宫里您天天进 您到一战到底还不一定天天来呢 所以您好好琢磨一下这事呢 林老师分析得非常透彻 是吧 我决定挑战一把 哇 林老师 我不是忽悠你啊 我告诉你们 金老先生 他是有人生阅历和智慧的 刚刚做出的这个决定 是他自己理性分析过后的 秉智选择 好吧 那让我们有请 我们的名人堂选手 谢谢 好吧 那让我们有请 我们的名人堂选手 子嘉宾 点靠 也是 人名死了 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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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文 你好 叔叔好 小明姐姐好 大家好 我是鄧雅文 我又回来了 雅文 侄女 你好 我都不能叫她叫妹妹 她叫我叫叔叔 雅文 那你最近在忙些什么呢 最近我最期待的 也最喜欢的暑假来了 这个暑假我想要做一些 有趣的事情 那就是重拾我小时候的 一项爱好 河南玉剧 你还会唱玉剧啊 因为我是来自牡丹花城 河南洛阳 在我们那里有很多家长 都喜欢送自己的小孩 去学习玉剧 更多地了解我们本土的 戏曲文化 来两嗓的玉剧我也会唱 我先听听看的 那我就献丑了 当那上鞋桌 混那混天后 穆是鬼影 睡了香 我五十三岁 有观三君囊 真的唱得好 为什么是挂帅 刚刚唱的是穆龟英挂帅 对啊 对 穆龟英挂帅是玉剧当中 我非常喜欢的选段 我在学习玉剧的过程当中 其实也了解到了很多 戏曲背后的历史故事 和历史人物 就像金老师给大家 来科普故宫的历史故宫的文物一样 我也希望我能在一战到底的舞台上 让我们家乡的玉剧 能够被更多人了解 好 雅文可以说是我们一战到底 明日堂选手当中 年龄最小的一位 今年十三岁 对 我们的金老师 今年六十九岁了 这个是一老一小 但是永远都在学习 每个人身上的这种精神 其实能够鼓励到更多的朋友 要送雅文两句诗呢 晴空一鹤排云上 自古英雄出少年 谢谢爷爷 其实我对爷爷真的非常地钦佩 我觉得您就像罗尹写的那首 风里的辛勤劳作奉献他人的蜜蜂一样 采得百花成蜜后 为谁辛苦 为谁甜 等到我老了以后 也要像爷爷一样 去把我所知道的知识 以及更多的爱都传递给大家 做得真好 这也是对手之间的 欣欣向西 好 请准备 本节目由《思念金牌虾水饺》特别播出 《一只水饺一只虾》 好吃就是《思念金牌虾水饺》 《八千道一战到底》当中的题目 从现在开始 登陆《京东当当天猫亚马逊》 进行订购吧 接下来让我们答题继续 好 请准备 打理开始 打理开始 《雨之神勇千国无二》 是对哪位著名武将的评价 《雨之神勇》指的就是 楚霸王项羽 春秋时代的易牙 被认为是哪个职业的祖师呢 易牙这个人是齐桓公的进城 典故易牙烹子说的就是她 她是厨师 唐州岳王庙的殿内横扁上 由岳飞亲笔所述了那四个大字 她就是还我河山 漂亮 川语方言中的羊马儿 是哪种常见的交通工具啊 羊马儿应该是自行车 潘尼西林 是我们俗生的哪种药品 潘尼西林是一个语音 它指的是抗松素 青霉素 川天培血战虎门后 为他写下我不如你 四个大字的是那位大臣 这位大臣被称作 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林则徐 既是西班牙的国花 同时也出现在西班牙国灰上的是哪种水果 它就是有橄榄 哦呀 石榴 现在容错权使用完毕 哦 还有一次 对 答题继续 针灸疗法中的灸法 主要是燃烧哪种植物叶子熏烤穴位的治疗手段 灸又叫爱灸 所以是爱叶 外枯中高是哪位文学家 关于文艺作品艺术风格的美学观点 这个它是用这个词呢 形容柳宗元的诗风 那它就是苏氏 漂亮 唐代传奇小说中《风尘三峡》指的是球展克 红服女和谁 这个故事还被王小波改编成了红服夜奔 它就是李静 狮群中大部分的狩猎任务 都用哪种性别的狮子去完成 狮群中的狩猎主要是由磁狮完成 在国际贸易中一定时期内 如果一国的进口额大于出口额的现象被称为什么 出口额大于进口额被称为贸易顺差 进口额大于出口额是贸易逆差 哇 这么小都知道了 《乱石不接》 形容的是哪位清代书画家的字体 这个是 他称之自己的书法是六分半书 就是清代的正版条 漂亮 京剧五声的流派中 洋派艺术的创始人是哪位京剧演员 据说这位京剧演员就是霸王别姬中段小龙的原型 他是杨小龙 诗句 杜敬杰伯兄弟在相逢一笑闽恩仇 来自于鲁迅的那部作品 鲁迅的提三意塔 古人将自己的秦郎称为弹郎 那么弹郎最初是特制哪位美男啊 这位美男他小字弹奴 他就是冒笔潘安的潘安 古希腊教育之后的代表分别是雅典教育和什么教育 古希腊的教育分两类 一类是雅典教育 另一类就是斯巴达教育 数学史上著名的棋盘卖力问题 最早起源于哪个古国的传说 国王为了奖励国际象棋的发明者 印度 海洋内现存的三类爬行动物 分别是海龟 海鳄和哪种动物 那就是 海蟹 哈佛SUV提醒您一战到底 马上回来 哈佛SUV提醒您一战到底 精彩继续 欢迎回来 喝口长知识了 答题才能有优势 本节目由君乐宝长知识了 知识酸奶 特别播出 感谢独家网络视频平台 优酷视频 上优酷看一战到底 观看更多幕后花絮 及精彩内容 接下来让我们答题继续 海洋内现存的三类爬行动物 分别是海龟 海鳄和哪种动物 那就是 海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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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我们有请两位到我们的舞台中间 最后有两句诗送给亚伦 江山带有人才出 各领风骚数百年 我感到非常荣幸 在未来的漫长的人生的道路上 还要多多向爷爷学习 一小一掌 在一战到底的舞台上面 都达出了自己的风采 达出了自己的精气神 感谢两位 好的 我们也来看一下奖品 变品壁挂式空调 以及深度保鲜节能冰箱 恭喜你 刚刚少了一样 我们再多给你补一样 那就是 由中国SUV全球领导者 哈佛SUV提供的大礼包一份 也恭喜您成为本场的冠军 喝口长知识了 恭喜您成为本场的知识达人 再次我们还将各位的感谢 中国SUV全球领导者 哈佛SUV冠名播出 感谢四年金白虾水饺 感谢俊乐宝长知识了 知识酸奶 感谢咸哥食品特约赞助播出 感谢广玉远订婚单 感谢独家网络视频平台 优惑视频 让优惑看一战到底 观看更多幕后花絮 及精彩内容 好的 节目最后 我们还要感谢到的是 百合网江苏IPTV 感谢华刚 历经黑字体 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 下周一晚一战到底 继续等待所有热爱答题的你们 来挑战我们的舞台 谢谢各位 再见 拜拜 谢谢 周杰伦 严陈旭 明镜 明星 私教 明星私教 奇招评出 甜蜜棒鸡 为什么不选我呢 我很轻的 你要不试一下 请认准这张脸 世界名校 学霸齐聚 照亮全场 哥伦比亚大学 清华大学 耶鲁大学 你们之间的教练 应该会很精彩 随稳定 杨济 杨浙 我想和你来一个 没有选项的对决 精彩精彩 下周一晚九点十分 哈佛SUV 一站到底